近日,霍起刚陪同郭晶晶一起回老家探亲,这次回乡不仅是简单的回老家看看,一方面是要对自己的工艺工程做考察,另一方面也是借这次机会让儿子学会了解一切,知道生活不易。 所以,真的不要觉得有钱人都是败家子,自欺欺人,事实的情况是,越穷越不注重教育,孩子都成了妈宝,相反,越有钱的家庭越注意孩子的教育问题,自从郭晶晶嫁给霍起刚之后,很多人觉得郭晶晶越来越美,在对比之前郭晶晶还是国家运动员时候的照片,虽不能说天差地别,但是差距还是有的,这让不少人怀疑郭晶晶是不是整容了,不过运动员嘛, 要么是整天跳水训练,要么就是满世界比赛,哪有闲工夫化妆,再说就算化妆,也保不准会化妆,但是嫁了人当了阔态可就不一样了,当然要比之前没很多了,不过郭晶晶还真懂过手术,作为跳水运动员,每天要跟水打交道,从十米高的跳台跳入水中,由于是头部先灼水,所以水对眼睛的冲击力非常大,时间长了,郭晶晶眼睛的视网膜就脱落了,所以必须要做手术, 同样的,作为运动员也免不了个碰,郭晶晶刚嫁入霍家的时候,霍启刚以及霍家父母都体贴,得让郭晶晶先调养好身体再生孩子, 2013年,郭晶晶生下儿子,因为身体原因,四年后,他们的二胎女儿才出生,而其他嫁入豪门的女星,都是抢卓生赶卓生,这样一看,霍启刚对郭晶晶,还真是爱护有加。